好 另外这个金额26万元也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只因为卖车没过户 必须要帮忙缴罚款 彰化这名男子在几年前把他的车子以17万8千元的价格 卖给他的朋友 但是并没有过户 朋友买了车之后 把车子停在公费停车格却没有缴钱 累积两年下来 这700多笔的停车费跟衍生的费用 让男子被行政执行署追缴 通知要查封他的名下房产 男子知道之后虽然很错愕 但是也只能够乖乖父亲26万元 王兴男子一下数着手里的钞票 一下忙着要汇款 要缴纳车子的停车费和罚单 原来王兴男子他在2004年买了一部车 在2016年将这部车以17万8千元卖给朋友 但却没有过户 没想到朋友买车之后 从2018年开始就把车停放在彰化市中华路桥下的公费停车格到2020年 不但不缴停车费 县府的催缴通知他也不理 两年来736笔停车费以及衍生的罚还就是不缴费用 加上罚单金额高达26万6千多元 直到行政执行署张化分署找上门要查封王姓男子名下的房子 他这才知道朋友从没缴过停车费 还得自己掏钱善后 这辆车以及被王姓男子的朋友拖到报废场报废 当初车子才卖17万元 现在却要缴纳26万多元的罚单 王姓男子说他不清楚为什么朋友没有缴停车费 但也不当冤大头会跟朋友联络要回这笔钱 提醒民众卖车一定要记得过户 否则罚单扣税还是会找上门 接着带入冒张化采访报道